嗨,欢迎回到VK线上教育训练课程 这单元的主题是建立指令 成三个单元的范例 我们接下来看 有些控制的指令 它是用参数来去代表它的动作 以一般常见来说 Power0代表的是off Power1代表的是on 所以根据前面所说的规则 我们使用下达选单 在这里输入0.1 放入这两个参数即可 当然前面一样还是要有新字号 但是接下来问题来了 使用者他可能不会知道 0代表着就是off的意思 1代表是on的意思 所以我在下达选单里面看到0跟1 也会让使用者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去选择 所以我们这边要用一个符号叫做等于的符号 为这两个参数给予他们一个昵称 我这边输入off等于0 on等于1 那么使用者在下达选单的时候 他就会看到off跟on这两个选项 但是实际上VK发送出去的控制指令 是发出参数0和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结果 在下达选单我们会看到on跟off两个选项 这跟上个单元所看到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不同的是 这里我们是用等于的符号给予这个参数的昵称 所以当我们选择poweron的时候 实际上VK发出的参数是1 off是0 以上就是这个单元的内容 谢谢你的收看